关于这篇文章,发布半小时后,特拉斯可能看到了,觉得实在是干不下去了,已经黯然辞职了 好,我们说正题 特拉斯,好歹创造了历史,成为英国最短命首相,也在对短时间内做出了卓越的成就 完成了对英国古债会的犀利残杀,全世界人民都不该忘记它 所以,我提示一首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就是二百五 欧洲大妈威武雄壮,搞崩英国,迟早要玩 关注土豆,今天我就和大家聊聊生猛大妈,势如破竹,搞崩英国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长按点赞,我们接着看 欧洲的政客在美国的一系列舆论推动下,在白左政治的驱动下,已经开始快速大马化了 欧盟女主席冯德莱恩,芬兰女总理马林,英国女首相特拉斯,意大利女总统梅洛尼,瑞典女首相安德松,斯洛伐克女总统恰普托娃,匈牙利女总统诺瓦克,立陶宛女总理西莫尼特,丹麦女首相梅特,克罗地亚女总统科林达,爱沙尼亚女总统科尔斯基,摩尔多亚女总统马亚,一眼看过去都是大妈 可惜的是,2022年法国大选,勒庞输给了马克龙,否则呀,这大妈们都快要统一欧洲了,我们呢,不歧视女性,比如默克尔就挺优秀的 不过默克尔是在2005年就已经任职德国总理,在接下来的20年,欧洲的大妈们深受美国舆论与NGO的调教,一个比一个愣,一个比一个猛 总体表现就是,我啥话都敢说,啥事都敢干,做啥都不在乎 比如这芬兰女总理马亚,光着膀子热舞派对,壳药后躺地板上唱歌,还,这视频还到处流传 照样脸色不变,心不跳,做国家领导人 这些人普遍屁都不懂,知识极度匮乏 比如英国首相特拉斯,连波罗的海和黑海他都分不清 大言不惨地说,我们需要向黑海提供军事支持,要向爱沙尼亚固属军队 这些欧洲大妈们,一个比一个激进,都是一帮愣头星 总体来说,完全没有治国能力,完全没有基层政治经验 完全靠煽动是非,会表演忽悠当上的领导人 其实啊,他们没能力,没知识,德不配位,这也不怪他们 比如马上要上任的意大利女总理梅洛尼,她原来就是夜走会的服务员 然后参加了具有法西斯性质的青年阵线,妥妥的小太妹呀 你指望她去管理国家吗 再比如这个冯德莱恩,诺瓦克,原来都是家庭主妇 马林,她原来就是个售货员 苏珊娜,原来长期混迹于美国的NGO组织环境联盟 是环保小公主的小迷妹 后来呢,打赢了几场环境官司 就直接当了斯洛伐克总统 当然了,我绝对不是说起点低就做不了政治家 毕竟呢,那朱元璋原来还做过乞丐呢 可朱元璋,那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 你要从政,那必须得靠点谱啊 这些大妈们,连小区夜委会她都管理不好 就开始管理一个国家了,那还得了 这些大妈们,生生的把欧洲政治玩成了国家的 比如瑞典女首相安德宗 在2021年11月24日 当选首相后三小时宣布辞职 当首相没意思,老娘不干了 奇葩的是,五天之后安德宗又要选举了 再次选为首相 十个月后又玩起了辞职 老娘呢,果然还是不想干的 而且这些大妈呢,一个比一个生猛 都恨不得扑上去生吃了普京 生怕别人说他们动作慢了 艾查尼亚总理说,我们已经犯了三次同样的错误 现在对普京绝不能手软 必须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芬兰女总理也喊话普京 我们不介意来一场俄分战争 赶紧马上过来 我们会将你们的士兵埋葬在这芬兰的挨挨白雪之下 真是一群愤怒的大妈呀 看到欧洲的大妈们在政坛上群摇乱舞 白左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说呢,是价值观的胜利 其实呢,是留下一个乌烟瘴气的欧洲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英国女首相特拉斯 特拉斯,没有任何国家治理经验 最擅长的就是打嘴炮,打山洞 这呀,是他的超级特技 所以呢,当然不让的 原来是英国的外交大臣 工作使命就是全球的山峰点火 到处挑活离间 只要看到一天没打仗 饭也吃不僵,觉也睡不着 做梦都希望天下大乱 反华就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 对中国进行造谣抹黑 涉疆涉台问题,个个都少不了他 天天把中国的威胁论挂在嘴边 一天不重伤中国 好像就是浑身不自在 这个特拉斯啊,知识极度贫瘠 不仅分不清黑海和波罗地海 还总闹笑话 把俄罗斯的两个州认为是乌克兰的 说要俄罗斯把这两个州还给乌克兰 但这呢,并不防疫他成为一个超级嘴炮 什么他都敢说 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他就大放厥词 认为北约有义务去保护台湾 在反华问题上 与鲍里斯狼狈为奸 跳得比美国还欢 巴不得马上就派出志愿军 去俄乌战场上参战 当时美国都被搞慌了 生怕这狗链子拴不住 控制不了局面 鲍里斯下台后 本来这英国首相的岗位 没特拉斯什么事 因为英国已经面临严重的经济萧条 全国都认为原财政大臣苏纳克能当选 结果 特拉斯很快抓住了苏纳克的把柄 身为苏纳克 反华言论太少了 既然反华言论不够多 那就没跑了 苏纳克 你一定是中国的卧敌 在电视辩论上 特拉斯以此为借口 狂喷苏纳克 特拉斯说 我天天反华 你却隔三差五才反华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可见你喜欢中国 你是中国的卧底 苏纳克急了 我是贸易大臣 又不管外交 哪有功夫天天反华 我看你对华友好 你喜欢中国 特拉斯说 你才对华友好 你才喜欢中国 苏纳克说 我哪里对华友好 哪里喜欢中国 特拉斯说 你哪里对华不友好 哪里不喜欢中国 苏纳克说 就算我对华友好 喜欢中国 也没有你对华友好 喜欢中国 特拉斯说 我比你对华友好 喜欢中国 你才是我见过 对华最友好 最喜欢中国人的 这哪是电视辩论呢 这不说像什么 总之 特拉斯呢 靠着自己的超级喷力 一顿狂怼 搞定了苏纳克 当上了英国首相 如愿以偿以后 特拉斯是心话怒放 马上就要颁布 自己的治国纲领 那就是 全面支持乌克兰 特拉斯表示 在我的领导下 在这一黑暗时刻 英国将是 泽连斯基总统 最大的梦友 我们已经走在 国际支持的前列 对乌克兰 提供了23亿英镑的 军事援助 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我们团结 七国集团的伙伴 对俄罗斯 实施了有史以来 最严厉的制裁 特拉斯还说 我将重新审视外交关系 对中俄 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一看特拉斯这样 英国的保守党 其他成员急了 对他说 姐姐 你现在的岗位 是英国首相 你得先操英国的心 咱们是要煽风点火 可是我们现在 电力涨了四倍了 煤气涨了三倍了 通货膨胀了两位数 四十年以来最高 经济是一塌糊涂 你是不是要先管去英国 是不是要搞好英国的经济 乌克兰总统 那是泽连斯基 你这么急的抢他的工作干 人家会有意见的 你猜特拉斯说什么 英国首相 还要管英国 我头会听说 我们的使命不是 全球制造矛盾吗 你刚说英国人用不起电 用不起燃气 那关我什么事 最后呢 好说歹说 特拉斯紧急制定了 经济计划 接着就是一心扑到了乌克兰身上 第一 给泽连斯基打电话 告诉他 自己马上要访问乌克兰 第二 发表讲话 承诺2022年 对乌克兰军事援助 达到23亿英镑 2023年的军事援助 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特拉斯呢 是真没心思去管英国 他呢 就想管乌克兰 就想弄死普京 他制定的英国经济计划 很简单 就俩字 减税 特拉斯说 咱英国现在经济不好 就是因为这税率太高了 税率高了 企业的利润就少了 就不能扩大生产 就不能投资新项目 经济他就不赚了 你税高了 有钱人和高管拿到手的钱就少了 就没钱投资 就没钱消费了 所以只要一减税 富豪和企业手里的钱多了 就会拿出去投资与消费的 经济马上就好了 妥妥的 你这不就是小学生的题目吗 简单的很 我减税450亿英镑 企业和中产们都有钱了 我们英国经济 我就做火箭一样往上窜 你们看老娘厉不厉害 两下就把英国经济搞好了 说实话吧 特拉斯就是一个煽风点火的嘴炮 要他去骂普京 那是没问题的 要他搞经济 母猪都能上树了 但是他也就这么个智商 菜也不能对他有再高要求 英国政府现在已经负债累累 总外债达到了九万亿美元的规模 每年还在负债经营 都快揭不开锅了 英国2021年GDP也就才三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 全英国人不吃不喝 三年才能还清外债 特拉斯还敢作私减税 减税就是减少政府收入 现在的英国政府本来就没钱 没了水收 要正常运转 就要多发行国债 那否则政客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可是 以英国现在的财务状况 谁还相信英国的信用 谁还敢买英国的债券呢 特拉斯扯一顿猛操作 降低了英国企业和英国高收入人群的税收 马上引起了中低层人民的不满和抗议 因为有钱人他再怎么有钱 最多也就是占总人群的3% 甚至还不到 能多消费 那能多到哪去 新税收方案一公布 特拉斯的支持率直线下跌 从登上首相宝座不到一个月 暴跌到10% 也就是说九成的英国人都希望他早点滚蛋 接着的问题是 为平衡减税带来的损失 就需要发行至少500亿英镑的债券 才能勉强应付政府的运转 于是英国债券开始暴跌 为了能够让新发行的债券卖出去 短短一个星期 债券的收益率增加到了4.4% 国债收益率越高 说明越没人要 只能不停的加利息卖 可即使增加到了这个利率 还是没人要 市场上大量的人开始抛售英国债券 预计这个月底 收益率将增加到5%左右 可是依然难以遏制继续暴跌的趋势 英国的债券市场就要崩盘了 英国国债跌了 接下来就顿到英镑了 但是对英国政府的不信任 企业和资本开始纷纷脱离英国 一周时间270亿英镑外逃 纷纷兑换成美元 于是特拉斯新政颁布之日起 英镑兑换美元下节1.01% 报1.11206 但是这还不是个头 大家纷纷预测 在本月英镑兑美元还会继续下跌 最新的预测是给到1.0705 是历史的最低点 国债崩了 英镑崩了 资本都跑了 那股市自然也好不了了 全球投资者纷纷撤离英国 争先恐后的抛售英国股票 目前有超过33%的投资者 减持英国股票 这是近两年来最低的水平了 一周时间 英国股市市值 蒸发了370亿美元 更加酸爽的是 因为英国的养老保险 持有大量国债 而且还是加了杠杆的 现在英债价格大跌 迫使养老金需要追加保证金 于是英国的养老保险 开始大量的抛售英国股票 债券 以及各种基金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一句话 所有的资金都在跑路 特拉斯领导的英国保守党 本来位置挺稳的 现在车一顿操作猛容虎 支持率跌到了不到20% 而竞争对手工党的支持率 水涨船高 超过了50% 保守党的其他内阁成员 一看这阵势 心里慌得一批 赶紧找到特拉斯 姐姐 您上任这半个月 真是一彩奔成绚丽夺目啊 现在国债崩了 股市崩了 英镑完了 养老金也快死了 我们保守党就要滚犊子了 您说怎么办呢 听到这些 特拉斯很生气的说 你慌傻 这有啥好慌呢 不就是我们英国经济要崩的吗 不大点事啊 我还以为俄罗斯要围攻基辅了呢 英国经济崩了 你找我做什么呀 你去找财政大臣呢 就那个叫啥 叫啥的 对 那个黑哥们 我忘记他叫啥了 我当时就看他黑 为了政治正确 我选了他做财长 这是他的工作呀 你们呢 小了 格局小了 那我关心的 都是俄乌局势 全球政治 怎么能关心英国经济 这种小事呢 你看看美国总统拜登 那从来不操心美国 操的那都是中国的心 那我作为大英帝国的首相 那自然操的都是乌克兰的心呢 操的是整个欧洲的心 哎 那黑哥们 如果不搞好英国经济 就让他滚蛋 换一个财政大臣 英国财政大臣科沃腾 一听就慌了 说姐姐 减税计划是你安排的 我只是按照你的意思去执行 你怎么能让我下课呢 特拉斯说 你不下课 谁下课呀 我就是随口给你说一个建议 那你管财政的 你不想想能不能减税 我说减税你就减 那我说我让你去吃 那那啥你去吃吗 于是啊 克沃腾 做了38天的财政大臣 就被炒了鱿鱼 成为了英国 担任财政大臣的时间 第二段的人 看到这一幕 我不禁想 黄蒙古人说 治国如烹小仙 而特大妈 你这是治国如颠大勺啊 一顿蒙炒 烈火烹油 眼看着菜都糊了 直接甩锅 那就一个又快又准 干掉了克沃腾 特拉斯 火速换了一个新的财政大臣 取消了 仅仅执行了不到一个月的 解释计划 180度大转弯 宣布一切照旧 甚至有可能加税 一会儿极左 一会儿极右 英国人都被干傻了 纷纷喊道 我伟大的大英帝国呀 请停下您的脚步 您这转弯转得太快了 我们都被转晕了 请您等等你的人民吧 让我们消停消停吧 我这隔夜饭呢 都还没吐出来 但是 英国的古债会 在经历三杀之后 依然在崩溃之中 资本依然在加速外逃 因为英国的资本们他不傻呀 都觉得 我们英国有这么个宝贝玩意儿 那我们英国经济 还能好吗 现在不跑路 更待何时啊 而英国前财政大臣 苏纳克 也就是被特拉斯 认为不够反华 被排挤掉的那伙计 现在已经紧锣密鼓的 开始行动起来了 最近 频繁地进行聚会 密谋怎么快点干掉特拉斯 前不久的晚宴 邀请了约 二十名前英国内阁大臣 和其他高级议员 根据一位熟悉情况的 消息人士透露 借助这次晚宴 已经制定好了 让特拉斯快点滚蛋的决议 也就是说 苏纳克要开始复仇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特拉斯将会成为英国 最短命首相 任期不到两个月就滚蛋了 对此 想必特拉斯会非常委屈 他会说 我的使命和工作职责 不就是反华反俄吗 难道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 现在乌克兰大局反攻 都快打到赫尔松市了 一切顺利啊 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这英国经济好不好 那关我什么事啊 你们哪 格局还是太小了 其实呢 特拉斯 他就是欧洲大妈们的代表 以他们的能力 如果来中国 最多做个村长 要是破格提拔 他们做副镇长 那都难为他们了 可就这水平 也成了欧洲各国家的领导人 人五人六的在那里谈全球局势 谈所谓的价值观 所以啊 欧洲的衰落 那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 盼着吧 再过五年时间 大妈们最终一统欧洲 一个爷们都找不到 不过作为白左的总扛霸子拜登 根本就看不上欧洲 他说呀 你们找大妈做国家领导人 就自以为是政治证券 差远了 我们美国的领导人 那看着都是大妈 其实啊 都是大书变的 我们才是终极的 政治正确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不迷路 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继续 田窑 鲁 陈赞 丹